这一题呢 它是要算这个克普勒巴 它的平均密度是木星的几倍 所以我们要先回到密度的公式 密度叫做质量除以体积 所以呢质量我们还是放过来 那至于因为它是一个球体 所以它的体积叫做三分之四πr的三次方 那么在这一式当中 由于三分之四是常数 它也是常数 所以我们这些东西就不看 我们只看R三方跟质量M 因此密度跟质量去除以半径 三次方成正比 这个是重点 然后我们知道 这个克普勒巴 它的质量是木星的60% 所以倍率是0.6 我们放分值 至于半径部分呢 它这个克普勒巴 它的半径是木星的1.4倍 但是由于半径要加上三次方 我们放分母放这边 因此答案就是0.6除以1.4的三次方 然后我们就用网路计算机去计算 0.6去除以1.4乘以三变 因此得到这一题的答案是0.218 所以答案是1 1 1 2 2